欢迎继续收听长天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申巴林,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清扬,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五百六十集 道歉 纪亚的词典从来没有这两个字啊 他在美国经常会说sorry,这是化解尴尬的用语 他内心没有感觉到真的歉意过 他为什么不回记家,而是要来酒店呢 就是因为他隐隐感到害怕 冷静下来想一想,连宁燕凡都拒绝帮助他 这还不能说明事情的严重性吗 唐红恩到底有多厉害,这种时候才能感受到 宁燕凡不赞成纪家和唐红恩硬碰硬 纪林还是外交部的呢 纪亚和纪江源都不被允许离境 已经说明唐红恩人脉了 这感觉就像是纪亚当年提离婚的时候 唐红恩处于人生低谷中 纪亚感到害怕,她不知道苦日子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她当了逃兵 现在听完纪林的话,纪亚难以置信 不仅要和唐红恩和解,还要向夏小兰道歉 不可能 纪亚脱口而出,她怎么可能去向一个学生道歉 她到现在,也不觉得自己做错了 不管是第一次去警告夏小兰,还是今天去赌人 纪林坐在沙发上,面无表情 那你就哪儿都别想去 好好待在国内吧 穿上衣服,现在就跟我回家 纪亚难以置信 一向对她千一百顺的大哥 居然用这种严厉的口气说话 她将头转向纪江源 我做错了 我只是想快点带你回美国 她想要寻求纪江源的支持 但纪江源真的不能违心说纪亚是对的 您放心 我会和您一起回美国的 纪亚的眼睛瞬间发亮 纪江源却避开了她的视线 纪亚今天去学校闹的一场 不少学生围观着吧 纪亚也没掩饰自己身份 纪江源哪里还能继续待在华清上学 但是您需要向夏小兰同学道歉 纪江源的后一句话 击碎了纪亚的心存侥幸 她不会道歉的 纪亚和纪江源都不站在她这边 纪亚将床头的酒瓶和酒杯砸个稀烂 这招是百事百灵的 这次却只有乔治依然紧张 纪江源觉得房间里的气氛太让人压抑 她拉开房门走了出去 没理会纪林在身后大喊 一口气下了楼冲入茫茫的夜色中 十二月的京城夜晚真冷啊 纪江源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 带着雪渣子的夜风一直往脖子里灌 她也不知道事情怎么搞成这样的地步 难道她不该和生父见面 那天如果没有好奇的 非要跟着夏小兰去医院 是不是就能维持表面的风平浪静呢 等纪江源回过神来 她已经站在鹏城驻京办的门口 唐红恩早已睡下 房间门被敲响 服务员也很紧张 领导 外面有一个同志说 是您儿子 唐红恩一咕噜从床上翻起来 快点让她进来 她抓起床头柜上的手表 凌晨十二点三十九分 这个时间点 江源怎么会来 唐红恩飞快穿上衣服拉开门 既江源站在门口 睫毛上还带着冰渣子 唐红恩下意识碰了一下 既江源的手和脸 低温到吓人 你怎么过来了 赶紧进来 父子俩其实是很生疏的 算上在西大操场时的初见 这是分别十二年后的 第四次见面 父子的天性战胜了生疏 既江源反应迟缓 唐红恩将他拉到房间里 住经办的条件不差 唐红恩住的房间里 有独立的卫生间 唐红恩翻出自己的一套干净衣服 把既江源推进卫生间 先洗个热水澡 多洗一会儿 季家肯定发生什么事了 要不 既江源不会半夜 跑到住经办来 唐红恩其实还没怎么 对季家动手呢 他给的是警告 这几天待在京城 他趁机处理了一点 工作上的事 多拜访几个大佬 也是讨论想法和问策 都是和特区发展息息相关的 不过外人不知道 自然会传递出 他在对付季家的讯号 既江源洗澡的时候 唐红恩习惯性想去摸烟 发现床头柜是空的 想起胃溃疡手术后 医生要求戒烟 在鹏城时 有鹏秘书盯着 到了京城 夏小兰也提过两次 他现在身上都不揣烟盒了 正失效呢 既江源洗完澡出来 他的个子比汤红恩高 穿着他的外套 有点紧巴巴的 这里离暖气偏近 你坐下来考一考 暖和了 再说一说你到底遇上了什么事 既江源也是动得够呛 当时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 他察觉不到冷 洗澡的时候 热水淋到皮肤上 他才感觉连内脏都是冷的 我妈她今天又去找夏小兰了 她和乔治一块去的 是要送夏小兰和我一起出国 您说 她要是留在国内 大家的日子能过安生吗 什么自己选择 探上这么个亲妈 既江源觉得 自己就不可能选择自己的人生 又去找小兰了 还要送小兰和江源 一块出国 唐红恩知道 现在的情形不适合 但她真的想笑 既亚 其实一点都没变 还是以前那样 办什么事都特别天真 按照自己的想法来 年轻的时候 这种天真是可爱 娇满一点也没啥 这都多少岁了 还活在二十岁出头的天真里 汤红恩的笑慢慢散去 季家人 真的是一点都不怕她呀 特别是季雅 转眼就是周末 关惠鹅让夏小兰去一趟周家 夏小兰大早上起来 先跑了一趟火车站 在站台边上等了一会儿 商都到京城的火车进站了 夏小兰找到帮忙带货的列车员 对方将一个大包裹交给她 谢谢您嘞 根本不用谢 帮忙带东西是有钱拿的 列车员都想多点这样的私活 夏小兰把包裹扔到自行车后座 直接骑车去了周成家 关惠鹅一直等在家里 曾嫂说夏小兰来了 关惠鹅慢腾腾下楼 发现夏小兰提着个大口袋 你拿了什么 她跑去学校帮夏小兰出头 可不是为了让夏小兰送东西来的 夏小兰从口袋里掏出一件 香玉籽的鸭绒服 阿姨 今年我店里主要就卖这种衣服 穿上特别保暖 夹层填充的是鸭绒 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我让人带了四件过来 您和周叔叔 还有爷爷奶奶都有 穿着要是喜欢 我再叫人送来 不就是鸭绒服吗 别人舍不得买 关惠鹅 却不缺这个钱 她嫌百货商场的鸭绒服臃肿 而且只有短款 穿上之后腿还是冷 不如穿大袄子暖和 但夏小兰眼巴巴在旁边看着 曾嫂也粗安度她试一试 关惠鹅摸不开面子 就把衣服穿上身 这一副和商场里的鸭绒服 还真的不太一样 长度到膝盖下面 把最容易受凉的大腿根 折得严严实实